嗨,大家好,我是灰 今天要来介绍肝炎的种类 我们经常听到 肝是好的,灵芯是菜式的 肝是不好,灵芯是欧白 肝脏是身体专门解毒的器官 所谓病虫口入 你吃到含有细菌或者是病毒的食物 肝脏就会担任解毒的角色 当然除了解毒之外 肝脏也有合成的功能 它能够合成许多人体必须的营养素 比如说白蛋白 肝脏合成白蛋白 可以把大量的水分封在血管里面 比如说很多肝硬化病人的时候 会呈现肿大 严重的人只要轻轻一碰 就会产生破皮流血 这就是因为肝硬化 导致白蛋白合成的指数过低而造成的 我们经常听到 咪肝的代言者不仅会感染给别人 而且咪肝病毒会潜伏在肝细胞内 在早期导致肝脏发炎的主因 是因为V肝或者是吸肝病毒 但是现在V肝病毒已经有疫苗可以预防发生 吸肝的病毒也有药物可以完全治疗 所以台湾因为V肝以及吸肝的病毒 产生的慢性肝炎越来越少 但是现代人的饮食以及生活方式改变 渐渐的被取而代之的是脂肪肝 脂肪肝特别严重的话会引起慢性肝炎 使得肝脏纤维化 形成肝硬化 并进展成肝癌 因此有慢性肝癌 肝纤维化 肝硬化 肝癌丝不取的说法 医师常常在讲肝脏是沉默的器官 但因为肝脏有很多重要的生理机能 所以当肝脏出现状况的时候 就是一个警讯 大家可以从细微的观察 来去查觉肝脏所产生的问题 通常去医院做详细的健康检查 在抽血检验的报告中 要判断肝功能 是否正常的基本要素 以肝细胞内最多的两种酵素 GPT和GOT来表示 如果肝细胞坏死或者是发炎的时候 GPT和GOT就会释放到嫌疑中 造成肝指数高于40的正常值 就表示有肝癌的症状 那么今天就来介绍 最常见的病毒性肝癌 人类的病毒性肝癌 总共分为A、B、C、D、E 五种 A型以及E型肝癌 最主要是由口腔所传染 经由A、E型肝癌病毒 污染的水或者是食物 在传染给抵抗力较弱的人 B、C、D型肝癌 最主要是由血液的方式传染 两者皆不相同 那么首先要介绍的是A型肝癌 A型肝癌在前面有提到 主要是由口腔所传染 一般来说 A型肝癌很难从发病的症状来判定 因为每一种肝癌出现的症状都很相似 必须依照抽血的检验才能判定 那么A型肝癌的抗体 总共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A型肝癌 IGG抗体 IGG指的是免疫球蛋白区 若在血液中抗体检测为阳性 表示曾经感染过A型肝癌 而且已经有免疫力或者是抵抗力 不怕病毒的传染 另一种为A型肝癌Igm抗体 若在血液中检测为阳性 表示目前感染急性A型肝癌 抗体会在症状退去之后 维持几个月之后 便从血液中消失 那么如何预防A型肝癌呢? 由于A型肝癌主要的传播途径 是由口腔酸染 所以要预防最佳的方法 就是注意饮食卫生 半前洗手 不吃生食 生水折足肺才可以饮用 如果正要去旅行或者是工作的国家 正在流行A型肝癌 最好不要前往 若要前往 建议施打预防针 以及注意饮食习惯 免得自投罗网 在台湾 刚出生的婴幼儿 会陆续接种A型肝癌疫苗 完成之后 可以提供20年以上的保护力 提升A型肝癌的免疫力 第二种要介绍的是B型肝癌 B型肝癌主要是由B型肝癌病毒 所引起的肝脏疾病 B型肝癌的病毒 是一种DNA的病毒 主要可分为ADR ADW AYR AYW四种 其中ADW型 为台湾最常见的B型肝癌类型 如果想确认自己是不是有B型肝癌 可以透过协议的检查 确认在协议中是否有B型肝癌的表面抗原 是否呈现为阳性 如果检查结果为阴性 但是如果B型肝癌表面抗体为阴性 代表从来没有感染过B型肝癌 也就是说 在体内没有抗体 最好能够尽快施打B型肝癌的疫苗 避免遭受到感染 B型肝癌主要传染的途径总共有两种 第一种是垂直感染 如果母亲若为B型肝癌的代言者 在生产的前后 有可能会将B型肝癌传染给宝宝 第二种是水平感染 指的是有病毒的血液 或者是体液 进入带有伤口的皮肤 或者是黏膜所感染 比如说输血 打针 穿耳洞 纹身 或者是日常生活用的 共用牙刷 毛巾 指甲剪 都有可能会传染B型肝癌 那么要如何预防呢 在民国七十五年之后 台湾刚出生的婴幼儿 会陆续接种B型肝癌疫苗 效果非常好 所以经由垂直肝癌而得到的B型肝癌 变得相当的稀少 因为B肝的病毒 是借由伤口的皮肤进入人体 所以尽量避免打针 针灸 穿耳洞 或者是共用日常生活用品 这些都有机会会造成肝癌 如果被B型肝癌病毒传染后 需要持续用药物 来抑制体内的病毒量 否则会也变成肝硬化 肝癌 但是目前的药物 只能做到病情的控制 无法完全彻底的根治B型肝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今天的肝癌种类 就介绍到这里 对于肝癌 各位有了解了吗? 在生活周遭 要多注意卫生以及饮食习惯 才能有效防范 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 不妨按个赞 与分享给家人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